从小居住在眷村的李浩尊 对着景陵的住所文化拥有颇深厚的情感 长大后他的婚礼不在华丽的饭店会馆举办 而是选择回到四四南村内 结合小时候的游玩路线 旧物件、老照片元素 办一场传递情感又别具意义的婚礼 包含甚至到我们当时设定的整个竞场 都有设定比如说因为像我先生有说过 他以前上学会坐公车到那个工人那边 然后再走路这样回家 所以我们就有设定这个路线 要这样子迎娶的这个过程进来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心思 试图在这个空间去能够呼应 我先生的成长背景 然后去让我们的婚礼 它非常的具有意义 然后呼应这个成长的背景 那我觉得像在这个婚礼举办的意义 对我们来讲就是说 我看到爷爷他们当初这样子 算是漂亮过海来台湾 然后在这边重新建立一个家 而那个家对我来说就是我的老家 那每个人心中可能有不同的老家 有人可能在不同的县市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边 那在爷爷成长的过程中 那因为我的家庭就是我的爸爸这一辈 总共有五个兄弟姐妹 那也经常听到爷爷说 其实对他来说他很有很有成就感的地方 其实就是说他一手在这边 然后带大了五个小孩 然后把这个家成就起来 那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 那这个成就感也对我来说是很有很有意义的 就像我刚刚我太太讲的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能够在这边成家 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这样的真挚回忆 圆满了李后尊夫妻 对家的回顾与人生纪念 对从小也住在眷村文化的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来说特别悸动 在好球品牌启动回家说故事 口述历史影像计划开跑记者会上 她大力表示支持这样的深化传承活动 我妈都说她发薪水完就没钱了 因为要还上个月的债 我就开始设账 然后下次下个月再来还上个月的债 就是大家一起互相支持 这是眷村很特别 包括现在我住的不久 但是我哥哥他们住的 他们到现在小时候的朋友都还有在联络 甚至常会开什么头学会 然后回去就来讨论说 小时候谁打过谁啊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跟现在的城市生活 可能很不一样 回家说故事计划 邀请曾经居住在四四南村兵工厂 眷村的民众 带着珍藏老照片与物件 回到好球免费吃顿饭 娓娓到来过去眷村生活的回忆 留下影音记录 未来好球将会策展重现 在当代生活中持续传递在地历史特色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谢谢 谢谢 好